说人情冷暖,素世间百态 有个自称阿凤的女人,以逼宫的态度亮相,让她放过赵梁 长篇大端的文字控诉郝玉拭目老虎 没了豪华赠送几张抱成连体英的亲密照片 这波自动送人头的操作气得郝玉浑身发抖,菜刀都拿不稳 她破天荒,提草书摊,凉凉凉凉的走回家 郝玉原以为赵梁会跪在面前痛哭流涕 甩自己几个耳光,说是一时被狐狸精迷了心窍 狗狐狸静悄悄的 平时在厨房忙活的赵梁似乎早知道这场摊牌 一声不吭地坐在沙发上 郝玉冷冷甩出照片,质问是怎么回事 赵梁脸色贴轻,僵硬地梗着脖子说 就是你看到的那回事 郝玉不敢相信,顺从了十年的丈夫 有朝一日被婚外情,喂肥了胆 当初是郝玉,先瞧上穷小子赵梁 不顾爸妈反对,执意要嫁 赵妈走得早,赵爸重病卧床 家里的老房子可以用家徒四壁形容 为了给准公公治病 郝玉卖掉父母婚前给买的房子 执意跟一兄二白的男人过日子 赵梁感动得要命,激动跪下求婚 说郝玉是她的贵人,要一辈子给她做牛做马 郝玉开了一家卤菜铺子 起早贪黑的拼命干,日子虽不富裕 但也小康 送走公公后,她对赵梁老家的亲戚也不错 大伙进城住宿吃饭,能帮都帮 郝玉说,夫妻俩吃过没文化的亏 拼死要给女儿买学区房 她起早贪黑的干,东拼西凑,弄够首富 每月还月供,日子渐渐形成女主外男主内的局面 家里的经济大企是郝玉撑着 赵梁,顶多挣个虎口钱 这个杀千刀的男人,每月工资三四千 也赶到外面找女人 郝玉提着切猪头肉的菜刀上门 想看看小三是何方妖孽 阿凤果然是个妖艳贱货 脸蛋长得一般,但胜在年纪轻,胸大 她毫无怜耻心 讥讽郝玉胖得像杀猪的 男人喜欢才有鬼了 郝玉气得炸毛,臭婊子 我以前的确开过杀猪摊 今天就拿你开刀 见她动了真格 阿凤下的花容失色一溜烟跑出门 郝玉在鱼龙混杂的楼道狂追 半拖半拽把她拉到楼下 狠狠删了几耳光 大闹一场后 郝玉还用菜刀把阿凤乱七八糟的散发 砍成黑色碎渣点 心里的恶气出了一半,直到赵梁拿着伤势鉴定出现 她说阿凤的脸被抓花,手臂也有骨折 还被人拍到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赵梁义愤填应,离婚 我不能眼睁睁看到阿凤被欺负成这样 你疯了吗?家里的东西我不要 女儿留给你,只要你给我们一条活路 郝玉悲痛欲绝 当初信誓旦旦永远在一起的男人 刷起狠来相当决绝 离婚手续办得很快 赵梁,梁手空空走了 房子是郝玉买的 卤菜摊是她张罗的 真要计较起来,她也带不走什么 离婚后,郝玉独自抚养八岁的女儿 被爸妈骂她当初不听老人言跳到粪坑 弄得如今一身骚 好在天下没有隔夜愁的母女 郝玉妈心软留下照顾外孙女 让郝玉好好挣钱还房贷 风平浪静的日子没过多久 郝玉亲自到喜角城送外卖 看见阿凤跟一个胖子拉拉扯扯 这货不是应该跟赵梁双宿双飞吗 怎么还在勾得别人 郝玉提出找个安静的地儿聊两句 阿凤大概怕了那把切猪头肉的刀 顺从跟着他走出门 你跟赵梁到底怎么回事 阿凤对彪悍的郝玉心有余悸 也不卖官司 跟你前夫真正有一腿的不是我 而是另有其人 郝玉一惊急忙继续追问 阿凤坦诚他跟赵梁认识有些年头了 这男人喜欢往西角城跑 但人扣扣扣扣每次都舍不得给小费 前不久赵梁说 给他三万块做一场戏 逼他老婆离婚 这笔钱对阿凤来说不是小数目 何况不用真的上床 他是外地人 名声臭了大不了疼个地方 谁知 郝玉战斗力那么强 害他浑身是伤不说 还被人拍了光溜溜的视频 发到网上 这样一来 阿凤觉得只拿三万块不划算 让赵梁再加两万 可他死活不肯 后来赵梁玩起失踪 多方打听才知道是去了外地 跟正牌情人双宿双飞 阿凤只能当吃了哑巴亏 所以面对郝玉 他不想再帮掩护 如同倒豆子一样把事情合盘拖出 他恨不得郝玉绝力三尺 把他挖出来羞辱一顿 好消心投之恨 郝玉听完脸色发白 到底是何妨神圣 值得赵梁绕一个大弯子骗离婚 郝玉用女儿争病当幌子 想引赵梁出现 可发出去的信息 向泥牛入海 打听多时 有个做房地产的朋友透露 赵梁在几百公里外的城市 买了一套新房 郝玉找人打理 卤在铺子 把女儿交给亲妈照顾 打算亲自会一会复心汉 赵梁的新家在二线小城 房价不高 但小区环境不错 一看便是用心挑选 郝玉没有直接杀上门 每天乔庄跟踪打听 没几天 他看见赵梁了 正小心翼翼 搀伏着一个大肚子的年轻女人过马路 那女的肚子起码有八个月了 看来 在离婚前 赵梁早已做好了 要再次当爹的准备 郝玉心里刺痛了一下 生完女儿后 她的子宫受到很大伤害 医生说不能再生 当时赵梁细事淡淡 老婆孩子一个就够了 有你们 我这辈子没有遗憾了 男人的嘴果然是骗人的鬼 平时装着不在意 心里头不知多想再有个儿子 赵梁肯定是把她摸透 害怕火炮的原配 发现情人会提着刀杀门 所以呢 为了保护小情人肚子里的孩子 才声东击西 把阿凤当掩护 真讽刺呀 平时看起来草包一样的男人 为了外头的家 连兵法都用上了 只是赵梁穷了大半辈子 从哪搞来那么多钱 郝玉带着疑问回了家 半个月后 她直接出现在了赵梁面前 赵梁心惊肉跳 她颤着声音问 你 你 你怎么找这里来了 郝玉 拔出在超市 新买的水果刀 眼光凌冽 女儿生了疾病 让你回去关心一下 都没下文 我担心你死在外头 没人收尸 念在夫妻一场 特意过来看看 一想到她对付阿凤的手段 赵梁惊得 头皮浑身发麻 你 到底想怎样啊你 郝玉磨砂着锋利的刀刃 就想请教一下 赵老板如何是作造 在离婚短短数月 买新房子又去交期 难道中了大奖不成 赵梁脸色苍白 小情人快临盆了 可不能激怒彪悍的前妻 她还没开口 郝玉咯咯咯的笑了几声 或许 我该羡慕 你有个从天而降的大表叔 临死前给你送了四百万 只是不知你有没有资格 独自吞掉所有的婚内财产 赵梁瞬间实话 她弄出这么多事 就是为了下半辈子 摆脱母老虎 谁知道头来 竹篮打水一场空 终究逃不出她的魔掌 大约一年前 许久不联系的表叔 给赵梁打电话 表叔很早搬去踏城市 结婚生子 前几年的一场车祸 带走妻女 对她打击非常大 经常心悸难眠 回老家办事时 她无意中听说 赵梁这小子挺有良心 对进城办事的亲戚 诸多照顾 表叔在大城市 见惯事情冷暖 听完挺感动的 想到自己身体每况愈下 于是给赵梁打电话 表叔打算卖的房子 到赵梁那边生活 要是他愿意照顾自己终老 那笔钱 当时给他的回报 赵梁兮兮若狂 表叔的房子 起码值四百万 这简直是一夜包袱 但他埋了个心眼 故意没跟好玉提的事 当初要不是好玉 愿意补贴赵家 赵梁压根看不上 相貌平平的好玉 赵梁 找人帮表叔卖房 事情办妥后 老天竟送给了他 一个大惊喜 表叔突发心脏病走了 入带为安的赵梁 在外面好好放纵了一把 很早之前 他在洗脚城旁边的金饰店 看上了一个 有意难向的 漂亮妹子 不过以前只敢装作路人 问几句下个 有了钱 泡妞简单多了 更让他欣喜的是 滚床单拱了三五次 妹子就怀上了他的孩子 从那时候起 赵梁打定主意 把钱和女人都暗地里转移 谁知 折腾一带圈 还是被好玉发现了猫腻 好玉提出 要一半财产 赵梁气愤的问 凭什么 凭我卖房 给你老子治病 凭我省事减容 养一大家子 凭我对你亲戚 问心无愧 凭我查出你婚内出轨 搞得别人肚子 新婚的胎儿月份 做得不假 而且好玉也找到了证人 打听到 在和他离婚之前 赵梁跟小情人 就以夫妻互称 想追溯赵梁重婚 可以说手到擒来 再退一步讲 不管赵梁同不同意 得先问问他手里的刀 赵梁打了个寒颤 早年好玉在菜市场 收到一张百元假币 差点把骗子的手砍下来 正是见识过 他的彪悍 他才会找阿凤打掩护 免得误伤小情人 喝着肚子里的宝贝疙瘩 几苦难下的赵梁 只好束手听命 好玉拿了钱 又哭又笑地离开了 他变得彪悍 还不是因为赵梁 曾经不管事 一个家总要有人支撑起来 他不凶一点 女儿的奶粉钱怎么讨回来 一家人的日子怎么好起来 可惜男人是个渣 只看到他爬满狮子的一面 也不想想安稳的日子 是谁给的 最可笑的是 赵梁居然以为 他会为了他的薄情 真的拿刀子捅人 时至今日 郝玉莹挣钱能力 有知情和女儿要照顾 哪能为了男人犯事 也多亏他当年足够彪悍 让他心惊胆战 不然这钱肯定给不了那么痛快 得知钱被分走了一半 赵梁的小情人气得早产 孩子在保温乡 住了大半个月才能出院 当初他冲着钱 才答应嫁给了大十来岁的赵梁 现在他兜里的钱所剩无几 小情人见天 就和赵梁闹腾 得知赵梁与小娇妻不目 郝玉心里那种被炖刀子割肉的感觉 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钱在手 郝玉彻底走出阴霾 找人打理卤菜馆 不再所有事亲理亲为 郝玉去理发店烫了头发 看着镜子里年轻不少的自己 心想 他有房 又有铺 要是遇到合适的小鲜肉 还能抬场甜甜的恋爱 女人呢 终究得朝前看 不要绑着一棵烂树 让腐朽的枯木脏了重生的路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呢 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观看